细看历史见网之来,大宁遨流时海挖掘逆心,入明以后,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,增数次前十赴日通考,并已入供的乌扇赏赐群臣,随处的乌扇是列镇建儿海防官兵从乌扣镇中缴获的战利品,应是折扇中的军扇,也称修罗扇,图一日据时期的朝鲜总督府中书院编过一本《朝鲜风俗》,资料提说,作者是日本人金孙炳, 在书中称,日丸扇,扇面扇化一日轮多作军扇使用,无者扇,军是指挥等所用,多化一日轮叠扇,扇古用叠制成,从战国时代起,作武士护身之用,德川时代武艺者多用之,时务可见这顶叠古扇,图一,飞色扇面上会依红色日轮,此为指挥蝴蝶镇所用和,迎军献给朱元璋的战利品,应是此类会有日轮的军扇,图二,日本军镇主帅, 还使用一种折扇式马标,如日本金刚线9,能山东,赵宫博物馆藏,一面长约二,杨米的金扇马标,维德川家康,指挥官员之战时所用,时战图正建屋线藏搭板历史博物馆,被定为重要文化才的,官员和战图屏风上,这是一幅即时性戚画作品, 贵乌战后当年的庆长五年,1600年,这幅期画增作过德川家康侄女松平满,天机的陪价,又可第二块屏风下方,会依高悬旗杆上的金帝日轮折扇马标,图二,示意此处为主帅指挥之所,明人常有抗窝之意,对日本军镇较为熟悉,在明初波动的中日关系中, 日本折扇伴伴随其间,两国娇乐时,他曾作为战利品,被送到朱元璋面前,改善关系后,又成了入共鸣亭的帮物锅里,巨大江框房口树,藤原石坚笔录的江台超,将指折扇作为书画载体,赋予其艺术欣赏功能的技术,建屋平安,时代藤原道刚之母,从天立八年,954年起,用21年所写的《清零日记》中,图三,一,图三,一, 两千四百多年以后,中国明朝也出现了一位,深洁,纸善妙趣的风亚皇帝,就是宣宗朱瞻基,宣宗皇帝不仅重视纸折扇的实用功能,于一,调天皇相比,他对善化艺术倾注了更多心思,1949年10月,故宫养新殿南库发现,一,禀明宣宗玉比双面色色,高视图,纸折扇,图三,扇古为梅露竹之地,是迄今已知传世品中的最大, 大尺寸,骨长82厘米,扇面,纵59,5厘米,横152厘米,大骨扇宽0,8厘米,下宽1,4厘米,梅露竹属,乌班竹的一种,班竹并非品种名,而是细菌侵蚀竹身后,表面形成的菌班竹纹,暗形态分为凤眼,梅露和香飞三种,图四,先宗皇帝是一位审,美高妙的艺术品设计师,在先宗引领下,此时无论书画还是其他, 公平艺术品的水平都达到高峰,朱瞻一看重纸扇的艺术承载功能,为充分使用扇面空间,受益内斧制成这柄双面纸插骨扇,改造后的纸折扇,承重增大一倍,扇骨数量也随之增加一倍,此扇大骨两根,中骨十三根,共十五根,数量是蝙蝠扇的两倍多, 这是一种从日本蝙蝠扇,向中国书画折扇过度的行制,轻以后为美观起见,压大骨的扇边往往贴宋锦,云锦,零刻丝或包边,图四,不使纸面外露,图五先宗皇帝对书画折扇的审美定位,不但影响到婉宁乃至后,是书画扇的艺术风格,还对,日本是丁时代, 1336年至1573年,放华,唐山产生影响,东京国立博物馆藏,松下人物图,迷金扇,图五,就是中日折扇记忆护学的产物,该扇与宣宗欲比大扇形制相同,题材接近,而迷金是日本工艺,先将金箔剪碎,反复揉成泥状,与骨胶,按一定比例掉合成颜料,迷金面犯金属光泽,能呈现出棉块华丽的质感,这种技法很快, 被苏扇吸收,图六求英,清明上河图,中摇会了一个挂友,中金雅扇,招晃的作坊是商铺,图六,这类店铺由匠员开设,自产自销,后方货架顶层都是江湖未前,正在晾晒的新表扇面,从门口竖挂的中金雅扇,招晃来看,他家扇至金扇,然而中国文人喜爱的是清雅的竹制古扇,认为,只有他们才称得上,怀秀雅物,即使是金扇, 也贵骨不贵金,这是当时终日两国在折,善善美价值观上的差异,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? 记得评论广发分享,细说历史我们下回分享。